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南韩国营世界泡菜研究所研究员朴湛林指出,现在南韩的泡菜调味多,口味重咸,而北韩的泡菜则因为没有现代化,反而保留了传统风味,这种泡菜已经完全在南韩消失了。 综合媒体报道,朴湛林指出,过去南韩气候相对温暖,比较难保存高丽菜,因此泡菜偏向重咸口味,如今随着技术进步,许多人家里都有专用的泡菜冰箱,也能运用够多香料及调味料增添风味。 不过,在北韩因为没有冰箱,没有佐料,几乎保留了最传统的泡菜口味。 朴湛林提到,这种泡菜在南韩已经完全消失了。 泡菜是南北韩用来保存蔬菜的传统方法,至今仍几乎是朝鲜半岛上每一餐的主食。 联合国统计,大约有四成的北韩人长期营养不良,泡菜则是北韩人民用来下饭的重要配料。